各位今天我们要讲到圣灵 我们的生命是有灵的 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过后 一切的权柄 荣耀 恩惠 都已经临到我们生命了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连接点 因为讲到圣灵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也 放很多的一些资料 很多的points 大家看的时候不要混到 总是在你们思想里面 你们尽量 有 能够分辨 然后让 在你们心中里面的 一些 矛盾 能够 被 解开 各位 好像这样 有些人 有些信徒 他们是说 他们已经重生了 是神的儿女 他们祷告 是可以感觉到 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好 他们觉得 基督的权柄 真的在他们的身上 真的 但是他们有时有疑惑 他们有时候有埋怨 他们有时候有病 病 其实好像很正常 但是病了 又没有了 又再病又就没有了 时时 苛刻 有一些 干扰在他们身上 但是 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根本没有意识 就是这样是正常 各位理解我这个意思吗 他们觉得说 所以他们的生命 好像是 肉体 没有灵魂 当然 他在教会里面学习 顺服 对不对 学习应该多听神的道 怎样遵守 上帝的命令 上帝的教导 他可能多听这个的时候 会明白 应该有怎样的 感动 应该有怎样的遵守 他心里面有一个良心 什么有 什么没有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走的方向是什么 但是总是有一个负担 就是要遵守 圣经所说的 所教导的 要遵守 这个负担总是在他身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有 一种的 内里面的 一个东西 吹逼他 很多很多信徒 在这样的一个光景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却 他们的生命却不能够配合 圣经所说的那个妙 圣经所说的那个自然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 所以今天要讲这个圣灵 我们已经得着这样的一个新生命 对不对 这个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们领受的福音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生命 但是这个新生命 已经进来了 但是不认识这个新生命 所以 一个人重生过后 我们要快快的 将这个新生命的 那个奥秘 上帝怎样无限 也 看不见的那个方法 来遇见他 不然的话 他就在教会里面 有什么就学什么 一定会养成 或者会生出一种文化 教会里面的文化 就是变成一个宗教 宗教的一个文化 什么叫宗教呢 就是有什么 做什么 就好像一个孩子 教他的时候 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但是你一直在想 他几时会自动 他几时会学习 他几时开始会渴慕 几时会羡慕 爸爸妈妈的生命 对不对 他几时会想到 应该要为自己的人生 前途打算 没有 所以 一个人重生过后 要好好的 要快快地教导他 各位 圣灵是一直跟我们交通的 但是 这样的一个信徒不知道 不明白 那各位要怎样分享圣灵 所以我们 分享圣灵 不只是单单有一个 个别的一个题目 个别的一个讲座 来分享圣灵 在你所说的话里面 耶稣基督说什么呢 他说 我的话是灵 我的话是灵 你听我的话 不是听字句 要听到 你要知道 圣灵对你说 然后你要认识这个圣灵 这样 各位 要认识圣灵呢 简单来一句话说 你开始 羡慕到 真信徒 因为你看到真信徒里面呢 不是真正的好像 要遵守而已 他的生命里面 好像有个气质 有个光 你看到他的生命的那个改变 有平安 有喜乐 有爱 所以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呢 你发现 你也愿意要 要即可要得着 这样的一个 可目 有这个爱心 这个爱心不是人的爱心 从上面来的 是有一个内里面的 不想得罪 不想出卖 不想离弃神的那种心灵 一个内里面的一个东西 所以 如果有一个人 比如说他 还没有信主之前 各位 还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人呢 他真的是 不认识上帝 他是像一个肉 肉体 一块肉 或者是说 根本不认识 有灵的一个生命的 但是 如果他是主的羊的话 他到教会 或者是他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当然会倾向于 愿意 那你跟他说 你来这里 是真的是信主吗 因为好像 有时候来的时候呢 总是有一点怪怪的 他好像有点不配合圣经所说的 你真的信吗 他可能会说 应该是吧 应该是 是 我信 不然我不会来 就这样 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 换句话说 他自己本身呢 他也不知道 自己信不信 但是他只是看一些 外表的证据 可能真的 他是主的羊 真的主的羊才会 愿意 倾向 靠近主 但是 他不认识圣灵 所以他只能说 是 或者是应该是 外面说是 但是里面说应该是吧 这样 他没有确据 这个确据 有时候有 有时没有 也看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 他只是用证据 但是没有办法进到心灵里面 遇见神 他在心里面没有太多的拒绝 但是 他 他要信 没有能力信 没有力量信 也没有确据信 这个就好像 很多的信徒一样 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 最重要就是要给他 不只是什么 就是一个确据 他是谁 然后他自己本身得到 你的灵 对不对 所以 各位 在一个人信 主的时候 为什么鼓励 勉励 这么重要 就是在这里 你鼓励他 勉励他 其实不是单单只是 一些积极的一个东西鼓励 你鼓励他 勉励他 为什么呢 你给他确据 然后什么东西确据呢 当然不是什么都鼓励他 他在爱主的时候 你鼓励他 勉励他 叫他知道这样的时候是阻碍他的 叫他自己知道 上帝是怎样找他 有感动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 能够察觉到 能够证实到 这样的时候他才能够有机会 确认到 什么叫圣灵 什么不是叫圣灵 各位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 因为各位 很重要的是 比如说 一个人真的重生信主了 有两个征战在他心里面 对不对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东西 矛盾在他生命里面发生 这个是很重要的证据 那时候要确认 如果那个人不能够明白 那个矛盾是从哪里来的 那他就不知道 撒旦 圣灵 根本不能够分清 就按照肉体的情况来说 舒服不舒服 只有这样 各位 什么叫祷告 祷告是 面对面 与圣灵 人与人 位格与位格之间的交通来的 所以 一个人重生 其实重要的东西 意义 就在于 我们能够 与神 恢复那个交通 重生是为了这个 你重生了 你在你的心灵里面 有圣灵的 所以 为了叫你能够恢复与圣灵交通 对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 你才能够进入到什么叫做 成圣 对 成圣 本身 不是外面的 不是外面的 对不对 是内里面的 可能 我们曾经 因为世界里面的事 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困境 我们跌倒了 可能在人的眼中里面 跌倒之前 在人眼中 在教会人的眼中 因为你是一个好信徒 对不对 很蒙恩的信徒 但是呢 当你 真的跌倒的时候 你那时候可能才会知道 原来在你生命里面 没有真正的 成圣 各位真正的成圣是什么呢 不是外面的 不是忍耐的 就算人 好像外面很好 好像很圣洁 但是你知道里面没有东西 只是一个人 各位 真正的成圣是 你跟主之间 所发生的关系 所建立的那个关系 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见证 所以你能够确认到 跟大家说 成圣也不是单单 你的关系 你的关心改变 我再说一次 你的关心 你的兴趣 以前是 有一点比较 就喜欢世界 但是因为现在活在教会里面 就喜欢教会里面的事 变了 那个关心心去变了 这个也不是圣灵 我再说一次 这个不是圣灵 圣灵有动光 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认识圣灵 认识圣灵呢 是 你知道 如果你一跌倒的话 马上跌倒 所以 什么叫认识圣灵呢 你认识圣灵的时候 你有一个确局 你有一个确局 你心中有没有一个肯定 就算是你跌倒 你知道 神的意义 神能怎样对你说话 你内心里面 有一个刚强 不是从你来的 是圣灵 印证的 一个印证的 你的关心心去改变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 有一天 你很辛苦 所以你需要 你的关心心去改变 是因为 圣灵感动 各位会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的关心心去改变 是因为 你发现 你的生命里面的 生活 生命 原来 不是其他的 是神 为你安排的 你必定要走这样的一个人生道路 这个是 独特的 这是主观的一个经历 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知道 你这样走 是不得已的 因为这个是圣灵为你安排 上帝为你安排 圣灵有话 对你说 所以那时候 你知道 这是给你的 所以不是单单只是 关心 兴趣 改变 那个关心 那个兴趣是 不是一个兴趣来的 不是一个关心来的 这个是 我的路 这是圣灵所为我走的路 因为在里面 因为有些人是觉得耶稣基督很好 很好 所以他们很激动 要赞美上帝 所以他们就觉得 这个应该是圣灵吧 有那喜乐 平安 感动 在我的心灵里面 但是 各位 这个不是圣灵 不是单单圣灵 是 可能有圣灵的成分在里面 感动你 但是 圣灵是你认识 你认识的时候 你这赞美 不是因为 那个气氛 你的赞美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你的赞美是因为你知道有 这位神 这位神 你信 因为一个信 所以你知道 有圣灵 没有信 没有圣灵 各位知道什么叫信 是你明白了 你明白了 所以各位 为什么我们讲到 信息 为什么 圣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要顺服 我们讲顺服 顺服哪里都有 比每个宗教都有讲顺服 在家里面也是讲顺服 在公司里面也讲顺服 所以在家里面讲顺服的时候 人不觉得奇怪 但是我们讲顺服 为什么 因为 圣灵在 正常的时候 在每一天的时候 在正常的时候 凡事的时候 都有在做过 我们降服 在那个情况里面 我们才知道 才会感受到 圣灵怎么感动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不行 顺服呢 是为了要发现 原来 基督 神的话 神的话 在我里面 原来是 应运 在我生命里面 成就了 成就了 所以 有很多的见证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 他的祷告 就算是家人 还没有信主 他的祷告 越来越懂得要说什么话 对家人 要懂得说什么话 各位 各位知道吗 其实 一个人可以认识很多神的话 你又要有时间 其实可以认识很多神的话 你有时间你可以参加很多的 查经班 你又要有心 你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我曾经认识过 有人 他卸了他的工作 早上起来 尝试个 五点钟 一天里面 一直读经 听信息 这样子 不一定 他就会认识圣灵 你有理解吗 他真正上是这些 他很愿意 很愿意 但是我看 接触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饥渴的心 饥渴的心 但是 没有圣灵的人 不能够改变一个时代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 真的改变时代了呢 真的可以改变时代 我跟大家说 有圣灵的人 他明白圣灵的时候 在他心中里面动弓 所以他一直追求 一直要建立 所以他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拆掉 不是越来越建立的 有圣灵的人 明白圣灵的人 他是越来越拆掉自己的 很多东西是 只有跟着圣灵就好了 靠圣灵就好了 因为主的话都说了 所以不是你认识很多 当然也不是不认识 没有认识 圣灵 我这样说 圣灵是 不是你说很多的话 也不是你说很少的话 家人传福音 有圣灵的时候 也不是你懂了什么 你直接说 你有一个爱心 说诚实话 你说的时候 你知道该说 要说 你也不会因为某些情况 然后保留 但是你知道该说的东西说 你说的时候说到重点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做牧师 有些人不能够做全职 你做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做了全职过后 给他这么多时间装备 好像没做什么 就是为了要叫他装备 这个圣灵来的 一个人上台讲到 不是单单只是给 一 二 三 四 五 要读经 然后认识 有这个知识 然后回去读 不是这样 讲台是 用灵的话 当场要给出圣灵 太多不可以 太少不可以 太多的时候 圣灵就不做工 太少的时候 圣灵不做工 对不对 所以 当然我们也不可以 因为讲台 多或者少 然后依靠 所以看一个表现 看一个performance 也不能这样 圣徒听到的时候 也要靠圣灵 因为他要听的时候 不是单单听一个知识 听一个感动 听一个感觉 他要听神 怎样对他说话 所以我再说一次 圣灵的这个事情 真的有一个人真的遇见 这位主的时候 他一生里面 他会顺服主 他成为不一样的人 我们读一下那个经文 有点长 但是我们快快读 哥林多前书二章 一节到三章三节 弟兄们 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 并没有用高原大字 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 这是使徒保罗说的 说给谁呢 这哥林多教会 哥林多教会 我们都知道 有点软弱 有很多的恩赐 属灵的恩赐 灵里面的恩赐 但是他们不认识圣灵 对不对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了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定他 钉十字架 我在你们那里 又软弱又惧怕 又圣战精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外婉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教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保罗 使徒保罗他是一个老师 他是一个牧师 他知道他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要传授圣灵 所以从一个圣徒的最起码的一个开始 他也不要用高言大字 甚至吞吞吐吐也好 就是要靠圣灵 靠圣灵 他们的信仰 从头一信了主过后 才能够靠着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 这个人讲的是圣灵 所以各位 如果我们传讲神的话 查经 没有圣灵的话 这个也会抹杀到人的生命的 真的 会抹杀到人的生命的 到一个地步 除非上帝特别的感动他 或者他遇到一些问题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在那样的系统 一生里面不认识圣灵 只有过一个宗教的一个基督徒 宗教性的一个基督徒 有可能的 为了这个 所以保罗 他要认识耶稣基督 并他钉死之家 这个是上个星期讲的 基督的能力怎么彰显 所以他自己为了要彰显基督 所以要认识基督 并他定死之家 第六节 人能在完全人的中 我们也讲智慧 但 等一下 但不是这个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 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 使我们得荣耀的 这是什么智慧呢 不是看得见的智慧 也不是世上的那个智慧 空中掌 这是空中掌权者的 世上有权有位的智慧 乃是什么智慧 什么能力呢 就是看不见的生命能力 生命的那个动力 的能力 的智慧 就是换句话圣灵 第八节 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们如果知道 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没有圣灵的人 他们不会了解所灵的事 他们也必定会定耶稣基督的 如今章所记 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灵讲成太过容易学 就不是一个奥秘了 对不对 因为一定要好像遇到的时候 何能欢喜快乐 对不对 好像你真的得着是真的得着 没有得着就是说没有得着 第四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奥义的事也参透了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教我们能知道神开恩 赐给我们的事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要真的认识圣灵 所以这里说的是 我们使徒保罗本身这里已经说明了 一个圣徒是要认识圣灵的 要明白神 就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要开恩给我们的圣灵的事 所以如果我们要认识圣灵的话 我们要怎样 从我们自己认识 因为圣灵 因为上帝给我们圣灵 是几时开始 从救恩开始 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话 我们一定要从救恩开始认识 起初开始认识 然后要怎样认识 因为上帝给 为我们的意念来认识 为了来意念来认识 所以谁指示神的意念 原来是圣灵 神的灵 神的灵才有神的心意 对不对 所以这里比较难 十节 十一节 十二节 我是这样讲的 谁知道神的意念 圣灵 神的灵 神的灵知道神的意念 但是这个圣灵给我们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从得救里面认识 但是谁在给这个心呢 神的意念呢 圣灵 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时候 然后呢 有一个奥妙 从这个救恩 他怎么样做 第十三节 并且我们说这件事 不是用人事会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 解释属灵的事 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灵的话 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的话 但是不是字句上的认识 乃是要知道 神的话是表示神的灵 的意思 来认识神的话 十五节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 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 谁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心了 所以换句话说 有圣灵的人 是 的确是 好像另外一个阶层 另外一个 这种成圣 所以认识圣灵是成圣来的 成圣怎么能够说 你练 修练 操练到 你到一个地步你成圣 不可能的 成圣是因为有圣灵 所以 你认识 所以 你才 改变的 你才喜欢的 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三章 弟兄们 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的 在基督里为婴儿的 婴孩的 各位哥林多教会呢 有很多恩赐 但是保罗说什么呢 他们有很多灵里面的恩赐 会说方言 会行义能 会有先知讲道 对不对 但是各位 保罗说他们什么 他们是属肉的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一个人 很多灵恩 恩赐 或者是很会神的话 他们就是认识圣灵 可能他们还是属肉的 所以 就算是圣灵 借着他们有动工 不代表说他们认知圣灵 所以不代表说他们是属灵 第二节 我是用奶喂你们 没有用饭喂你们 那时你们不能吃 就是 如今还是不能 所以各位 保罗是要教导他们圣灵 对不对 但是他们 很难 就是很难接受 为什么呢 他们还是喝奶 各位 我们不能一直喝奶 对不对 我们一定要能够有一天 能够吃饭 有吃饭我们才能够认识圣灵 有吃饭才能够长大 对不对 我们现在每次就说什么 需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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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喝奶 这是喝奶 因为这个是最基本的 那个事情 一个重生的人 最需要的是主 对不对 但是吃饭的意思是什么呢 从这个地方你建立 建立 为什么饭真的真的是对我们好 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你感受一点 不要真的我的身体真的健壮起来 吃饭的时候 真的 我越来越能够爱主 然后主的爱我越来越清楚 你能够感受到 你圣灵能够证实到 这样 对不对 各位吃饭的时候 还有喝奶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不一样 有没有感觉不一样 各位没有感觉不一样的话 就是各位还没有吃过饭 没有长大 各位如果劳力的话 你不吃饭 没有力的 没有力的 对不对 这个意思 一个这个意思 你要做东西 你要思想 你要想东西 要读书 对不对 你要思考东西 如果没有饭也不行的 不是只是做书工的 这个饭 才能够教你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 真的有力 这个意思 第三节 你们乃是属肉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 嫉妒纷争 这岂不是属乎肉体 照着世人的样子 行吗 所以 属肉的 属肉的情欲的 属肉的纷争 这些 一定是干扰到圣灵动工的事情 等一下我们会看 所以第一 何谓圣灵的这个作为 我们看这个奖章 怎么样圣灵进入我们的心 怎么样圣灵动工 所以首先 他怎么样内住在我们的心中 叫我们得救 各位 当然我刚才说了 当然一个人 看到一个人有圣灵的时候 有圣灵的一个气质 哇 各位有没有这样过 为什么 各位如果问自己 为什么我会信主 有个人问过我 为什么我会信主 其实我那时候 我是听很多 听福音这些 我一直听到好像 福音吗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真的信主的时候 是当 我看到一个人 他是信主的 不是一个人 好几个 我看到他们信主的时候 他们的真心 福音在我面前 显明在那个人身上 各位有没有这样 我跟另外一个人的见证 他是讲信主的 他很羡慕这个朋友 有一天这个朋友 跟他分享福音 听了一天去听不懂 突然间有一天 这个人站在太阳的背后 太阳在他背后 所以好像有光这样 看的时候很羡慕 很想要 好像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一种感觉 但是你知道 他有福音 他喜乐 平安 确切的那个地方 好像整个福音 在他身上 里面显明 你要醒 你要醒 你的心都软下来了 不是单单 你只是得到一个感动 你只是单单 得到一个感动 还没有 你看到 所以福音是一个人来的 上帝是一个真理来的 真理 神的话 原来是神 因为真理本身是神 福音本身是一个味格 各位可以理解这个吗 真理不是一个东西 也不是一些知识 真理 最高的真理是什么 神本身 神本身 所以 显明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你看见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圣灵 所以 各位 我信主之前 我们信主之前 都有圣灵在预公 对不对 都有圣灵在预公 所以教我们好像有些饥渴 有些哀痛 但是 但是 这些是愿意 但是直到你 心里面 相信是有 但是口里面承认的时候 你说出来的时候 很奇妙 不一样 人的话是真的有力量的 真的有效力的 各位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要受洗 你不受洗 你不能够证明 对不对 一个人是因为受洗来信主的吗 不是 受洗不等于得救 但是如果一个人得救的话 为什么不要受洗 我们有大混淘在那个地方 对不对 如果一个人信主过后 为什么不要跟基督一起过一生冒这个险 各位知道我这个意思吗 你怎么知道基督一定会帮助你的一生 那 我们不知道 但是靠着信 我们愿意 一生束缚他 他证实我们的生命 对不对 这个叫受洗 当你 当你愿意的时候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口里承认就好像受洗这样 你口里承认的时候 很奇妙的 同时间 不一定你做的时候 但是同时间发生的 那时候证明出来 圣灵永远居住在你的心中 永远居住在你心中 所以一生有果效 从那时候开始 第三 圣灵赐下儿子的灵 儿子的灵是这样的 儿子的灵是进来的时候 谁进来 从天上有永远的 国度的 在神永恒国度的那个时光里面 神的儿女是什么 神的儿女 靠着基督的灵 基督的信 你使主活 你使主活的 这样的一个灵 换句话说 什么呢 不是单单一个 什么叫我儿子的灵 不是单单宗教的灵是什么 宗教的灵是 你要信了主 所以我要还给神 上帝这么爱我 我要还给他这个爱 会感受到吗 会明白吗 所以他们明白神的话 我们爱 因为神爱先爱我们 他们明白的是什么 要还 要饮水思缘 就这样吗 各位这是宗教 基督宗教也不可以 这种没有办法叫一个人 看到上帝的爱 就借着 你明白 原来 基督的灵 儿子的灵 原来我是儿子 这个根基上 我是父的儿子 所以我呼叫阿爸父 所以换句话说 我得了主的爱 我不是单单还爱 我有主的爱 我是属于主的爱 主的爱在我身上 所以不可能没有爱 我不可能没有办法彰显主的爱 我不可能没有爱彰显 我要活在爱里面 所以不是单单还爱 我爱神 这是理所当然最基本的 爱人也是最基本的 现在才说 所有矛盾 对不对 有争战 所以儿子的灵是有争战的 儿子的灵是有矛盾的 所以呢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呢 圣灵来了 第二 我们一个人是很难选生的 圣灵引导我们 最起码的 就是给我们很多的矛盾 矛盾这个矛盾那个 总是在我们的心中里面 有一天我们才发现 他引导引导引导到一个地步 我们才发现神的命令是好的 虽然我自己遵守神的命令 好像有点控告 但是我发现 神的命令如果没有的话 我的家完了 我夫妇关系完了 还是有神的命令 是保护 所以你开始 圣灵引导你 一个一个的不是忍耐了 那时候 你明白什么叫做追求神的圣洁 各位 宗教是不能够有这个心的 所以 有一个使徒 有一个使徒 一个门徒 他是犹大 不是家里的犹大 他问耶稣基督 主啊 为什么你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因为他们不爱神 你不爱神 圣灵就不会向你显明 但是谁才会爱神呢 神爱的 他才会爱神 对不对 神爱的 他才会爱神 所以上帝引导我们 上帝引导我们 圣灵引导我们到一个地步 你经历这个问题 其实有神的爱 所以在那个地方你才明白 你才会追求圣洁 不会有神的爱 所以你追求神的爱 然后你会愿意爱神 各位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通达 我们开始饥渴 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渐渐有通达很多的奥秘 有很多神的话 但是很奇妙 我们还没有读到 圣灵的话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懂了 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圣灵的话很多吗 圣经很多话 有时候你读一些经文的时候 我好像已经懂了 那个意思 有没有 因为圣灵教导你 教你参透很多的奥秘 有没有 所以你越来越饥渴 神的话 愿意知道 各位 为什么今天来到这里 我但愿大家知道 圣灵在你们心中 你们都不够 你们想 信息 听来听去差不多一样 但是 你们听是为什么 因为要学到圣灵 圣灵是无限的 你们饥渴 一个人要饥渴信息 是因为在他生命里面 已经有些奥秘 慢慢通达 慢慢明白 慢慢领受 原来这样的一个奥秘 我却能够理解 所以明天的事怎么办呢 今天学 但是明天的事怎么办 明天的事怎么办 今天学 也不是你单单就是 学学学学学 然后你就 明天一定会好 不是单单这样 如果你学习的是 越来越叫你正常 时常日常 所以凡事上学习 越来越叫你实际 越来越有智慧 在地上 在天上都有智慧 你就会吃到 你学习的圣灵 会叫你明天肯定好 对不对 所以圣灵呢 也叫我们看见 在基督里面隐藏的 那个 常过高深的 那个应许 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 原来自己的条件里面 各位 如果一个人呢 你认识基督多少 你就认识圣灵多少 但是这个基督呢 是隐藏的 为什么说隐藏呢 我曾经说过 耶稣在我里面 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对不对 基督在神里面 我在神的里面 神在我里面 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基督的意思 同在的意思 所以呢 你认识基督多少 基督的意思呢 就是说 在基督身上发生的 也在你身上发生吗 在你身上发生吗 所以各位 我说一个例子 大家才会明白 有个信徒 他这样说 哎哟 我的 做这么多东西 我的工作 要求我做这个做那个 我的工作只有多起来 然后 薪水却没有加征 所以他就想 我体会不到圣灵 我体会不到神的恩典 他这样说 所以 其实我们这里 我们就知道 其实他的生命 有一点点的 成功神学 的信仰在那个里面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可以认识的 对不对 所以他才会这样 人真的需要体会 对不对 他要怎样体会上帝 要怎样体会圣灵呢 他都感受不到 这个薪水加征吗 怎么感受到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一个奥秘 上帝有些的条件一定给我们 所以我们尝试到有神的恩典 按照我们所要的 神会给我们 那个条件成就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体会到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是属灵的 所以上帝不一定什么都给我们 那时候你才能够分辨 看你要不要圣灵 圣灵比这一些还要宝贵 比这一些还要宝贵 所以上帝为什么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好 还没有好起来 各位要明白 如果你要的是圣灵 你就会知道原来真的有更多的恩典 如果你要的不是圣灵 你就会在那个地方转 打转 然后越来越多疑惑 越来越怀疑神 你怎么成神 根本不能够成神 上帝圣灵一直在我们的条件里面做工 有时候给 有时候不给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 你要不要圣灵 你要圣灵的话 你会成神 那个时候你知道怎么样查验 有圣灵已经爱了你 有基督已经隐藏在你心中 各位我讲这个东西很难 因为很多人不是很容易明白 因为这个社会 就是讲究的是表现 条件 我们一讲到条件的时候 社会怎么看条件 会讲话 会有口才 对不对 会有地位 但是也不是说你没有这些口才 没有这些地位 就是有圣灵 你不可以这样说 除非你在那个问题里面 你反而跟随求的是圣灵 你就会成神 怎么样做到这个东西 就在祷告当中 祷告当中 得到上帝的帮助 各位 我说一个 各位知道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罕 上帝说 我已经给你这个应许了 已经成就了 但是亚伯拉罕不明白 他说是 信 但是不明白 所以他怎样呢 他一直觉得要等等 等到以撒出现 所以 上帝就是有一天要试验 要把以撒吃掉 对不对 要把以撒杀掉 为什么呢 因为 上帝的应许成就 不是借着 你有一个孩子 你有一些外面所看到的 上帝应许的成就 圣灵来 圣灵得着 是当 一个人 能够越来越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 神是万福之缘 他要给 即使给都可以 他要给 无限的给都可以 问题是 人一直看的东西是 不属灵的 这个 但是有一个人 认识到属灵的事的时候呢 他会安心下来 他会学习 所以 恩典 更多恩典 不是单单 不是当你 得到更多的时候 就是 多恩典 更多的恩典 是当 你越来越 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 这个叫 越来越多恩典 这是保罗所说的 对不对 但 主的恩典 够我用 对不对 他讲 更多的恩典给我 我越软弱 越有恩典 这啥意思 什么意思 就在这里 所以 圣灵也有事工 圣灵的事工也有 所以他给我们果子 有没有 有没有果子 有 有时候有 但是 有突然间 然后就全部消失了 我们 通常有这个东西 各位 这个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 所以上帝要的是 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然后赶快趁机 见证出来 因为 见证 证据 是会走的 但是圣灵不会走 会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 讲到 这个 九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 这里说什么 这是没有 律法禁止的 不是说没有果子的就是没有 没有证据的就是没有圣灵 这个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所以 有一个人说 哎呀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主 他过后又败偶像 你不可以看他的表现的 你是要看什么呢 如果你一直看这个问题 你就不能够有温柔的心 忍耐喜乐和平良善的心 各位 有圣灵的人 有时候 温柔到一个地步 人家总是会错怪他 有的 会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 为了上帝能够帮他们证实 证明 所以不要怕 有时候我们显得错 人家看扁我们 因为圣灵要帮助我们 要帮我们证实 要称许我们 所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对不对 上帝会赐下恩赐 教我们按时的得到智慧 是因为我讲到越来越久了 后面我比较快了 但是我一个一个也给大家看 这个恩赐 但是恩赐也不是说你吃下恩赐了 然后就跑路不需要了 我跟大家说 好像我预备信息 我预备信息预备信息 预备到 尽量预备到底 为什么呢 为了当场能够按时的靠圣灵 如果你预备没有齐全的话 对不对 如果没有靠 忠心良善的一个福士的话 那恩赐才来嘛 如果没有忠心良善的一个福士 最后一个时刻你靠圣灵是 这个是不便嘛 没有办法你靠圣灵 其实不是靠圣灵 你是靠那时候有什么就抓什么 这样 这不是叫靠圣灵 通常信息 通常你要传福音 不是从你预备 就马上会全部出来的 预备是要有 预备是为了当场 你可以靠圣灵 所以一个人传福音呢 是当然天天的预备 天天的预备 或者是你要见一个人的时候 预备一下有什么话 藏在头脑里面 思想里面 遇到的时候 圣灵带领 恩赐是这样用的 赐下圣灵的能力 教我们见证基督 一个人他见证基督 不是单单只是说里面 口里面所说的话 他能够说出来 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矛盾 他正在活出基督 活出神 所以他信心的良知 没有受亏欠 他敢说该说的话 所以他不受伤 他也不怕被拒绝 他能够见证基督就在这里了 圣灵也赐下合一的心 只有我们爱圣徒相同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 他说我是属灵人 但是很奇怪 不喜欢跟尸体在一起 不喜欢跟爱即可 神的话的 不喜欢跟喜欢圣灵人在一起 那他是属灵的人吗 有点奇怪 其实因为属灵的人 肢体 饥渴的人 圣灵就在他们中间做光 所以圣徒是喜欢跟圣徒在一起的 他们如果一个人 跟肢体在一起 比他们自己一个人更开心的话 那就对了 可能时代祝福已经临到他了 所以我们看第二 我们看第二 圣灵缺陷的状态和理由是什么 我们知道有圣灵了 但是圣灵没有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看 没有圣灵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是怎样的状况 状况呢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有听到很多圣灵的声音 我们是灵的活人 但是被邪灵管辖而欺骗的人 是灵有圣灵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们已经在那种思想 不懂永恒 不懂什么叫做人的软弱 不懂什么叫做怜悩包容 对不对 只是在这个邪的那个控制下 完全以神隔绝 所以呢 看一个人 好人好报 坏人恶报 以恶报恶 以善报善 只有这样 最多最多呢 可以有一点恶 好报一点善 但是到一个地步不可以 不可以 我看这样的人 我不可以喜欢 不可以 不可以怜悯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是非信徒 但是信徒有时候也会这样 对不对 但是心灵里面不舒服 不舒服 好像不太对 好像讲得很有理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对 圣灵开始动工 对不对 没有圣灵的时候 被罪和情欲捆绑 完完全全的在肉体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圣明 所以喜欢的东西只有肉体是 看得见的东西 这个世上 世上所说的 肉体的事 没有另外一个 的一个可目 心态追求 他们只有在世界 世界 然后世界 所以这里 邪灵 罪或者肉体 然后世界 就在这个地方里面 围绕转来转去 属灵的东西根本不明白 所以越学 越在这个世界里面打转 然后呢 到一个地步讲 我们知道他们其实 在跟邪灵交通 因为邪灵正在输入很多的 情报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越寻求 越来越多的疑惑和不幸 在他们身上 最糟糕的情况是 什么呢 在教会里面 教会 如果不认识圣灵的话 寻求神秘的 会越来越寻求神秘的东西 寻求神的知识的 会越来越寻求 变成一个知识分子 不懂圣灵的人呢 越寻求 在这个 在这个教会里面 越来越立法的 他会越来越立法 然后人本的 人本在教会里面 他会越来越舒适 你不认识圣灵 所以如果一个人 他是信主的 先我们讲信主的 有信主的人呢 我们也是有圣灵 但是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干扰 我们要知道 什么干扰呢 这个干扰就是圣灵的担忧 有点担忧 单纯是单纯 但是呢 无知无行 这个当然是 叫圣灵不动工 各位单纯是好 单纯是好 但是如果不知道神的话 不知道怎么样与神交通 不知道以马内力 不知道有些属灵的奥秘 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 有能力的这个事情 不知道的话 那你就是只有怎么样呢 你所知道的自我修炼 其实不可以的 但是当你 你跟自己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得不发现 你需要一些的装备 单纯但是装备 圣灵会继续地在你里面 另外呢就是固执 固执 当然我们要执着于唯一 基督嘛 对不对 执着于 一定要有些系统 拆毁建造 但是各位 我们不要执着 固执到一个地步 只有我的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有问题了 对不对 圣灵是无限的 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很知道 如果我们真的知道很多的话 那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样 总是叫人家担心 总是叫人家 就是感觉到你律法 总是叫人感觉到不舒服 那你没有生命 你再要热心 再要认识神的话 会杀掉你的生命 你要从零开始认识 没有办法的 所以 为什么会一直固执呢 因为里面糊涂 其实不是因为 你喜欢神的话 是因为里面苦毒 你一定要证明什么东西 有圣灵的人 有神的话 愿意再学 形式也是一个大问题 比如说 受洗礼 这个是一个形式 圣餐 这个是一个形式 我们来崇拜 这个是一个形式 但是这个是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形式 让这些举动成为一个生命 圣灵才会动工 有意志力 但是呢 就不是在肉体的情欲 这个肉体的情欲也是 如果一来的话 圣灵马上消失了 这是真的 所以如果年轻的话 我们看到肉体的情欲的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这种东西呢 我们看到的时候呢 我们要避免 要逃避 因为 你一被捆绑的时候 真的很难得释放 会影响你的灵 影响你的心灵 然后 俗世的地方 就是不实际的 实际但是不实用 不要实用 这个也是 圣灵也是马上会离开 所以我们要谨慎 如果我们的环境叫我们太多 这样了 我们要谨慎 这个是好面子 对不对 名利 人群 这个方面是 其实马上叫你 不能够跟圣灵沟通了 你的查验 是好像查验地上的事 你根本不是查验圣灵的 环境人的言语呢 如果太多的话 会失去应许 其实不是人的话 不是环境的问题 是那个失去应许的问题 各位有理解吗 所以是这个问题来的 这个会叫圣灵失去的 人的热心有没有 其实人的热心是 不一定不好 但是因为有神的热心 神的热心在里头 但是我刚才说了 如果一个人的热心 他没有办法认识到圣灵的话 不知道神的热心 他很多的热心是 会阻挡很多上帝的工作 他会教一个人越来越不信 然后不能够相信 然后也不想去教会 真的是这样 他一定要从零开始 所以神秘是什么呢 神秘最后第八的 神秘肉体 其实这个方面 神秘的东西 我们讲圣灵 圣灵本身是神秘的东西 是最高的 最重要也最好的 但是人追求的时候 靠着肉体的感觉来经历 然后一经历到的时候 就认为这个是圣灵 大错特错 为什么他们要追求 这个 这个属肉的那种体感到呢 因为他们本身心里面 都没有遇到上帝 没有遇到圣灵 所以开始都错 所以这种神秘的这个事情 是阻挡圣灵的 阻挡圣灵的认识 最后了 那我们要怎样经历圣灵的 怎样经历圣灵呢 圣灵要经历呢 一定要建立 要建立起来 各位 我讲建立的意思就是 圣灵是无限辈的 能够认识的 认识的 那我讲到这里 各位 会不会有一点难 我知道有点难 但是这个是给大家知道 而且我每一次传讲的时候 大家会知道 我一直在传圣灵 为什么大家听信息的时候 听网上的信息的时候 有点不一样 因为信息里面有一个灵 有个灵 叫你认识圣灵 各位 确认一下 我们要怎样经历圣灵 然后要怎样建立这个正确的圣灵呢 首先呢就是得救方面 得救方面 得救方面 得救方面来认识 我们得救了 但是我要 你们要回到 要认识什么叫得救 要正确的认识得救 正确的相信福音 不是该做什么 所以有一个人 如果认识了福音就说 从现在开始呢 既然我已经信主了 我就应该做这个 做那个 应该服侍了 应该祷告了 应该去聚会了 应该参加每一个的聚会了 这是听起来没有错 但是失去圣灵 你这样讲 圣灵马上消失 对不对 会感觉到吗 感觉到吗 应该怎样说 你信了主了 信了主了 这个不是说话言语的意思 你敏感另外那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听的时候 要尝到圣灵的话 你要怎样说 所以一个人已经信了主了 你是蒙恩的 蒙神所爱的 一个儿女 你被救了 被买赎了 所以你知道吗 你已经开始一个很无限的 一生里面的很特别 很无限的一个生命 上帝爱你一生 那现在开始呢 你要发现 你要发现 你要去活出来 要发现 你顺服来认识 各位有没有生命 一个呢 两个讲的都 如果按字字句来说 一样的 对不对 都是要叫你顺服 遵守 多听 多学习 对不对 但是一个有圣灵 一个没有 我们要正确认识圣灵 正确认识福音 福音是这个 第二个是福音 第一个根本不是福音 第一个是宗教 第二个是福音 福音是这样的 好消息的 对不对 那个消息要好 要好 然后正确 重生的确据 来认识 来确认神生的证据 什么意思呢 各位 我们如果没有重生的确据 没有办法成生 所以正确重生的确据 哪里来呢 你帮他确认 你帮自己确认 你看 有没有证据 什么证据呢 独特的 一些证据 比如说 什么证据呢 那天 这样 遇到什么事 这个还是神秘 对不对 但是我听的时候 我才明白 原来 我需要的是主的话 有个姐妹她说 你说我在医院里面坐 我是想要听福音的 那是我的父亲 他在医院里面 在这个病床上 那里是没有什么基督徒的 那里是有基督徒 他就把我的爸爸搬到另外一个房间 那里没有基督徒的 哎呀 到底为什么上帝叫我这个越来越远呢 然后呢 他经历这个什么 当他们要出院的时候 当着爸爸出去 提着爸爸出去 帮他走一步一步一步的时候 在门口 有一个医生就说 上帝与你同在 他听的时候 是不是上帝又在找我了 这样 有 有这样的 所以他越来越 而且不是一次 好几次的 所以他很想信主 现在我的书席班 但是还在看要不要书席 这样 我很想加一个东西 这些经历是好 但是这些不是确局 不是重生的确局 重生的确局是什么 很想说 你有这些证据 但是呢 原来你的心中已经爱了主 所以你一直在看有没有基督徒 所以你听到人说 有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神祝福你的时候 你的心已经爱了主 对不对 你的心已经切勿了主 所以你听到的时候 你才会欢喜快乐 不是那个证据本身 这个证据在心里面 神生了你了 给他正确的确局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不会太难吧 对不对 原来他里面 上帝神了他 要给他正确的重生的决局 依靠上帝的话 对不对 第二 所以圣灵的领导 这个也是一样的 所以刚才四点 这里也是四点 一个是被动性的 有圣灵 但是这里你要建立 你要认识圣灵 所以你要建造 你要建立 这里是你要确认圣灵的引导 当然我们是圣灵引导 我们越来越成神 对 但是你要确认 你确认的时候 你会更加参与 你参与的时候 圣灵的认识 是你主动性的认识 对不对 的确圣灵是一个位格 所以你当然要主动性 怎么样呢 切勿主的应许 对不对 就是默想 信而进入神的话语 学习听圣灵的声音 当然你要认识圣灵 圣灵是在哪里 在神的话 因为神的话 都是用圣灵写的 神的意念 神的灵 才有那个神的意念 神的意念 才有神的话 对不对 就是那个字句 你读的时候 所以各位尝试一下 你读经的时候 听道的时候 你不要只有听那个字句 你要听到主的意思 主的灵 是什么 确认 然后呢 怎样呢 信 重要是信 没有信 信本身是一个灵来的 对不对 你信了不能够再不信 你信 叫你信 然后学习听神的声音 应许呢 要成为定见 定见 学习什么呢 学习顺服 学习顺服 紧抓住这个定见 已经得到定见了 在那个 怎么样说呢 在哪里 你说的那个地方 你的条件的那个地方 就是有金钱 有病 有矛盾 对 这些东西 有 有时候 心里面很难受 有 有矛盾 但是呢 你就会发现 这些是相对的 你确认 刚才我帮大家确认一个东西 对不对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 这个条件不一定 就是很完全 你要确认 然后在你心中里面 你确认了 得到定见了 神跟你证实了 那个地方你抓住 抓住 不要放 然后遵守 那时候圣灵的能力才会出现 圣灵的能力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你就比较更加的明白 什么叫圣灵 各位要经历圣灵 第三 不要在别处找 要在正常 时常 日常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圣灵凡事主宰 它凡事长存 所以呢 不要在别处找 尽量在正常里面找 圣灵是这样的 不然的话你认识圣灵只有独特的 不是 圣灵是无限的 时常的 所以为什么要顺服 然后呢 渴慕圣灵 渴慕圣灵 所以在正常 时常 日常里面 刚才我说的 要渴慕圣灵 然后与主同行 这个第三 这里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东西 我们读一下 与圣灵同行 特别在试验里 证实得着圣灵 比一切还宝贵 以此胜过一切的有限 软弱和难处 得着更多的恩典 各位 各位 这刻意性的做 刻意性的做 有时候难 但是这个是与生同行 你发现它更为宝贵 然后你慢慢发现 它比全世界的金钱还要宝贵 那时候 所以你很想追求它 很想尽力它的完全 所以你寻求就必寻见 扣门就给你开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怎样做的 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 对吗 主今天在做什么 然后配合神的国度 然后与神对股 对不对 那第四 你们看 完了 参与圣灵的事工 参与圣灵的事工 我跟大家说 参与圣灵的事工的时候 圣灵的能力的精力 是不断的无限的 不知无限量的会增长 各位 各位有没有 我们福音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福音本是有圣灵的大能 有经历圣灵的本身的 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连一个刚信主的人 他传福音他都会说 我传的时候 好像不是我讲了 好像那个东西 继续不断的来 这是什么来的 各位 这是圣灵来的 所以我们要继续 我们不要只有刚信主的时候这样 对不对 各位知道 非信徒信徒也可以传的 当你见证福音 传福音的时候 甚至说见证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圣灵的工作 就来 最近我就跟永生分享 我也分享 他也分享 他也分享 我也分享 这样 然后就 我们 很奇怪 我们两个讲的东西 也不是什么人的话 好像都是天上的话 好像有一点不实际 但是又好像很实际 就讲的时候 我自己也得到多 我相信他也得到 一些的亮光 这样 我跟祝牧师也是这样 有时候不讲太多的 讲太多 有时候 弟兄跟弟兄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没有什么东西可讲 但是 我们讲的时候 讲事工 讲一些看见 讲的时候 也听 也学习 我的意思是说 各种各样的 当然有很多的见证 很多的故事 这个是 还有这个 这是与肢体一同争战的事情 很迅速的 会经历到圣灵 我跟大家说 这个不容易 很不容易 因为 你以为容易 你以为有 但是其实没有 这个是要重新建造的 不容易的 大家想 我们等一下一起吃 对不对 很感谢主啊 像这里 有东西吃 今晚也预备 明时下雨 然后 一同吃 一同享用的时候 我们说什么话 我们自己心中都知道 不能够 讲随便的话 但是 又好像很难讲 对不对 但是不讲也不行 你开始实际上的分享 你人生 你看到懂什么东西 有时候讲食物 对不对 讲食物的东西 为什么 为了要讲圣灵 各位理解了吗 然后学习 在讲的时候 学习 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 大家知道吗 我的小组 有一个姐妹最近 就complain了 她就埋怨 但是开玩笑的说了 我每次来 就是我分享 我就是要听别人的分享 但是没有人讲 为什么你们的小组 这么安静啊 这样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小组呢 是 每个人抢着讲 然后有些人讲的 讲到不懂 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要阻止也很难阻止 怎么办 所以各位 有没有发现到 圣灵要学习呢 是一个挣扎 很不容易 那要说什么话 讲多或者讲少 也不可以 对不对 要讲的恰当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说 圣灵在圣徒当中有 但是圣灵呢 你不要认为 你学到的很高尚的 很特别的 很多人不知道的 这个才叫圣灵 不是 圣灵就隐藏在很普通里面 很正常里面 真的 所以我刚才就想到一个东西 如果我们在世上 看太多电视节目 其实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你经历到很多正常的东西 很多谣言 很多gossip中都听了 因为延续基督是这样的 那你回到教会 你要听人的那些 心里面的话 也是没有力的 因为不新鲜的 不要看那么多 来教会 你要听这些的话 在教会里面听 来认识 有时候人的话 要听 需要很多时间听 很多心情听 很多 很多情绪要拿出来的 有 不要受伤 不要 等一下又有苦度 然后又纷争 这些有 这个怎样学习 这是好机会学习 你要有能力的 所以那时候是经历 各位知道我的意思吧 圣灵 有灵的佛人 信心就讲到这里 好 我们一动祷告